國民黨對於蔣萬安實在有一些說不過去 畢竟他應該是領頭羊 就是母雞應該要帶著一大堆小雞 因為譬如說我有看到維園 維園他們這些第一次要選議員的 他們就有自己在黨中這樣開記者會 都罵嘻罵 可是問題就是 他的能見度是低的 所以其實對於他們這些小雞來說 他們的確是需要一個比較 曝光 曝光 對對對 要有一個母雞來帶 那看起來國民黨並沒有覺得蔣萬安是一隻 好的母雞 也的確有一些國民黨的議員參選人 他們的母雞是 地表最強母雞是趙少康 也沒有把蔣萬安放在眼裡 蔣萬安現在說 他要讓台北市的藍天再現 然後第一罵就先罵陳時中 他當然有策略 我覺得他要在台北市 搶回藍的票 因為他顯然知道黃珊珊 分走他太多票了 他必須要 要當炮 一樣就是要搶台北市的打綠總司令 你總不能讓黃珊珊 默默的就分走你的這些票 當黃珊珊他又有副市長的位置 他又有防疫的表現 他有舞台的時候 你講完自然就會被削減掉 你的存在感就會越來越低 所以他當然要找一個比他更大的目標 來跟他對吵 兩個人才會往上同時那個聲量 所以他其實目的只是在消化掉 藍營被黃珊珊分食的那些選票 所以他才把陳時中 當作頭號目標 但是他的憂慮是正確的 因為我的消息來源顯示 就是在綠營內部自己 其實也有長期做追蹤式的民調 台北市的部分 蔣慧安跟黃珊珊就真的 不管怎麼做就黏很近 都是二字頭 蔣慧安大人比黃珊珊還高一點 但是兩個人都是二十幾 然後陳時中 他現在是他的逆風期 陳時中坦白講 在這一段防疫的期間 他被罵最猛 他被罵最猛 可以說是他受攻擊 最嚴重的這個階段 他的民調也二十幾 而且他還領先蔣萬安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民進黨做的 民進黨內部 二十幾 二十幾 但陳時中第一名 第二名是蔣萬安 第三名黃珊珊 對 然後 歷次做起來 都是蔣萬安跟黃珊珊 不斷的在糾纏 他兩個民進黨就不斷糾纏中 所以對於蔣萬安來說 我覺得危機感一定是有的 但是也的確 國民黨要提名他這件事情 也不是秘密 他早就是儲備人選 可是長期以來 你真的很難感受到他的存在 他就輕飄飄的感覺 奇怪他家事背景也好 也是一個重點栽培的人 然後長得也是一表人才 可是他就沒有那個重量感 他就沒有母雞該有的 豐厚的羽毛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蔣萬安自己 要去克服的點 他說要帶領台北市 進到頂級世界的都市的行列 他這樣的敘述我覺得蠻納悶的 第一個 太充犯了 除了是充犯之外 過去這八年是柯文哲在執政 我沒有聽過他批判什麼柯文哲 你竟然要帶領去表示說現在做不好 那柯文哲在往前推 那八年是郝龍斌 在往前推八年是馬英九 所以那種時間分配來講 其實是國民黨 或比較親近國民黨的人在執政 那你說責任的分配的話 那國民黨是沒有讓臺北市 進入世界頂級的都市的行列裡面 那你第一個 那你的批判對象其實是國民黨 那第二個 好啦 那你就說他哪裡 之前哪裡做不好 你要怎麼樣去改變 其實我們沒有看出來 結果你現在就今天來砲打 這個陳時中這個防疫等等 他覺得他現在要趕快吸收 反民進黨 反陳時中的力量 要取代黃三三在這方面的選票 當然我們也可以想像 但是對一個進選首都市長的 一個候選人來講 我相信市民還是會比較期待 他呈現一個高度出來 那劉委請教 民進黨還是陳時中嗎 台北市 民進黨現在就是陳時中 當然是大家很多人期待的一個人選 但是因為這就是選對會 會做最後的一個評估 我覺得但是對 有人常常講就是說 現在會影響陳時中的選情等等 我都會稍微糾正一下 對陳時中來講到這一刻為止 他沒有選情可以分析 因為他不是候選人嘛 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他就是一個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才會去夜台等火車的人 他不會說因為要上火車 然後提早三個鐘頭在那邊等 那有人問他說 那如果你到了夜台的時候 火車開走怎麼辦 那就是祝福在火車上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把在這個 已經非常生動的敘述好 他現在跟將來的可能的狀況 現在就是要把所有事情做好 那他什麼時候會去 如果會選的話什麼時候 我認為現在對陳時中個人來講 對蔡英文總統 還有選對會的所有的成員來講 把防疫做好這件事情 是目前唯一應該要考慮的事情 都做好之後才我覺得才是 思考下一步的時間 人家例如說 紐約洋基隊有一個火球投手 我說查普曼 那幾百來的 那島啊 時速都是100米 100空一米 100空兩米 時速是160幾公里 大家都選團 蔡萬安就是火球投手 來 島下去我百三 蔡萬安的這個起手勢 真的是搞錯對象 還有人接這些 你知道嗎 他其實在選台北市市長 他目標應該是對準柯文哲 或是對準黃三三 他怎麼是對準陳時中 就是說現在的執政黨在台北市 至少是民眾黨 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民調這麼差 有很多市政的問題 其實蔡萬安都可以去談 可是他沒有 他第一個就是講說 中央政府的防疫做得不好 他其實應該去講說 柯文哲哪裡做不好 黃三三哪裡做不好 因為他是要去跟他們搶票的 他現在不是要去跟民進黨來搶票 他現在有很多票員 是跟民眾黨制作重疊的 他要想辦法去把黃三三裡面的票 把他抓回來 他不去把他的票裡面抓回來 去罵民進黨 對於他本來的票 我想穩固沒有增加 如果再這樣子被邊緣化的話 他的票是會流到黃三三那邊去的 所以你看 昨天那個新聞出來 其實沒有張三鎮多 當然張三鎮都還會討論說 他要去找了誰 看了誰 大家還是關心張三鎮 比較沒有去注意說 一個首都的市長的提名 結果排場竟然是這樣子 我想說如果是我們民進黨 首都市長提名出來 這種排場的話 我覺得人家說好的開始是成功了一半 這不好的開始 大概就是失敗的開始 如果到了七八月 大家都可以出國 回來不用隔離 我認為這段時間的防疫問題就會一掃而空 當然 那陳時中如果他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他的正當性在哪裡 我告訴你 華老師 六月底這個疫情就很明顯的轉折下來了 對 就很明顯轉折下來 因為我也問那個誰 那個林士碧林醫師 他說七五月份就差很多很多了 所以柯文哲才會講 兩個月後台灣完全解封 兩個月後是七月呢 他平常講話我不太信 他這個講我就不是信了 昨天你知道虎航網路買票 哇塞 整個盪掉啊 買機票啊 大家拚命買啊 去日本 去韓國都在那邊買完 所以我跟你講 只要解封那一天 陳時中就OK了 那為什麼陳時中他有正當性 因為他防疫成功 他的管理能力 他的執行能力 他現在落實到台北市民 你說就算是林佳龍 如果他也有正當性 他當過交通部長 他可以把台北市的交通 做一個整頓啊 台北市的觀光對不對 可以做一個國際的觀光都市 那講話很大意味著什麼 就是繼承你們蔣家的 這個政治血脈嗎 你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藍天在線嗎 你講話 你說繼承蔣家 如果他不姓蔣 我跟你講喔 還有我變數喔 因為我的了解 好像八月份有人出來說 他好像不應該姓蔣 當然對深藍的人來講 覺得很喜歡 可是對很多曾經是綠營的人 或者曾經這個家人 有受過白色恐怖的人 他們是非常不認同的 所以那是兩面認